星期一一大早环保寨很热闹 志工走进走出忙着制作便当 整个团队气氛让人振奋 先把那个菜做的好吃 就会更容易让人接受吃素 就是大家一起来这样子一起动手 然后一起完成这件事情 我觉得很有意义 种一棵树有这么快吗 你要等到一棵树长大的话 跟你要这样子吃手午餐 早在几天前 马六甲C志工就走进了工厂 推广周一无肉日 要把素食减碳的好处传达给民众 这个吃素就是纯粹是为了 可以保护地球 不敢说救地球 就至少作为我们社会地球的一个分子 希望我们也能够跟这个地球 一起共同生存 一条龙的步骤到位的摆餐 志工目标一致 第一天的订单就接到了632个 看起来也是很棒的一个素食套餐 同室然后也是有订给家里人 就连平时喜欢吃肉的工厂首位 也特地来兑现与志工的约定 我不只做礼拜一过来 你们推广介绍的 好吃还带过来的 丰富的菜色让人食指大动 提升环保意识 从饮食改变 戴新闻林慧珠 钟晨志马来西亚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